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请帮忙先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亲友众福田 我们来看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惊爆 快筛无症状919确诊 隐形传播高风险 盛防行走的病毒 外出脱口罩恐感染 好 我先来报一下 虽然今天有这样的主题 但是我先报一些国际新闻 给大家知道一下 拜登出访10日去拜会了英国首相 然后11、12、13他参加G7的高峰会 然后13日他还会去拜会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 那这个广东疫情延烧16区 这个是大雨的报道 那温州连夜这个核酸做检测 那美国股市今天道琼市19 NASDAQ是108点 那台股呢涨了54点 台湾呢民众呢生计呢 疫情冲击的经济之下呢 这是好几家新闻台的报道 我要活下去请大家赏赏饭吃 我想写个产字 店面的生意不能做了 好 店面的双北呢 出租数字在攀升 就是店面出租数字在攀升 好 印度捞起了一条大雨 然后呢 剖开内障呢 抓出一只人的手 台湾立院呢 炒成一团如降服 然后台湾呢 续三级警戒呢 全民学校都在家 有很多上班跟上课都在家里面 好 飞官今天有六人染疫 这是最近这两天的一些重大事情 好 先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其实整个的疫情呢 打乱了全世界的人类的生活 全球的这个疫情呢 从国立的五月六月七月 是一个呢 还继续在狂烧的一个状况 尤其在东南亚国家 非常之严重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的国际局势呢 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现在呢 拜登出访了英国 而且他参加的那个G7的高峰会 好 这到底呢 又意涵着什么呢 但是呢 其实呢 英国还有呢 法国 意大利 以及呢 美国 德国 全部都解封了 我相信呢 欧美的国家呢 打的疫苗是非常之多的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 不要忘记了 这个今天呢 更严重的一件事情 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安安全了 好 空军作战指挥部 共有六名人员确诊 空军 然后呢 对此空军呢紧急进行隔离治疗 匡列接触者 那到底有多少匡列 不知道 我们还没有得到正确的数据 我们独家呢 掌握到知情人士的爆料呢 有许多基层官兵呢 身体陆续有状况 但 军中长官却下令 这个调控根本不完整 这个调控根本不完整 所以甚至因为疫情 人力吃紧 要其他单位调派资源 让基层怒斥 长官根本不把基层的命 当成人命看待 这是新闻媒体的报导 如果空军出现了一些 大群体的染疫的状况之下 那还得了 可以看到我们侯友宜市长 他讲什么 快筛无症状 总共加起来是919个确诊 你还敢在路上爬爬罩 不戴口罩吗 你还敢 这样子没事就跑到外面去吗 无症状感染死的人很多 现在要告诉各位的 就是这个问题存在点 明天开始我们就是什么 放三天的长假 这三天长假是端午节的年假 现在连空军都染疫的话 包括我们现在接着下来 是端午节年假 大家会不会又到处 返乡爬爬罩 我相信还是很多人会忍不住 你想忍不住的话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 这是什么 未来这两个月 到底还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6月9日公布 新增263例本土确诊个案 抓28例死亡 是指昨天的数据 其中仍以新北市新增112例确诊最多 住在新北市的市民们 请你们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 如果你们的疫情控制不下来 这些阿公阿嬷天天都要到菜市场 这样人挤人 他说只有三分钟就要回家 怎么可能买个菜三分钟呢 我去到菜市场 我讲句真的 我最少最少要经过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因为你挑三检四一下 比如说买个鱼买个肉买个菜 又买个什么果酱 又买个什么面条 你加一加 喊不当单加一加 不可能三分钟就可以离开那个市场 那如果你要三分钟离开市场 我劝你就不要去了好不好 因为你三分钟也有增加染疫的机会了 所以呢 他们一直在讲说我只要三分钟就可以离开 那真是很好笑的事情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不好 你去问豆油吗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去沾个酱吗 不可能吧 所以呢 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 请大家 尤其是新北市的市民们 我再次重申呼吁一下 配合政府的政策 配合侯友宜市场的政策 拜托大家 去菜市场这三天 不要每天跑菜市场可以吗 不要每天跑菜市场 你不怕死做你去 真的 我们现在疫苗还没有全面施打 还没有全面筛检 请大家要小心 好不好 我重申一次 请大家做好自我防护 你一个人无病状的感染 全家都感染 你整个都死了了 你会不怕吗 对不对 这样不太好吧 我不喜欢讲重话 但是呢 我要希望大家 好好地听听海洋老师的建议 乖一点 好 我们要在家好好快快乐乐的 吃两颗粽子 看看电视睡睡觉 也可以过几天 是不是 尤其是上班族 好不好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身强力壮 你看 现在死的都是三十几岁 看到了没有 已经有两个三十几岁的死了 还有四十几岁 四十八岁 那个一电视周刊的 一电视的那个摄影师四十八岁 还有五十几岁的 对不对 看看 都不是很老的啦 你以为那个年龄死亡年龄已经在开始下降了耶 好 那我想呢染疫的人口呢 从八个月就开始有了 所以呢你看很多孩子呢就要带回去南部 结果呢都确诊了 全家都确诊了 这还得了啊 所以呢 看到这个状况 除了经济民生问题要产生大问题以外呢 接着下来 这个染疫还没有办法呢 控制得当的话 你想想看 现在连官兵都这样子的话 还有苗栗新竹科学园区 六家工厂染疫 今天还没有数字出来哦 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 唯控的怎么样 现在国军进驻 要感谢他们在前线帮忙 那新北市长侯友宇一直在讲 这个呢总确诊人数累计至今 他说 六月九日新北增加112例的本土案例 其中以中和板桥永和为最多 好听到了没有 中和板桥永和的居民们 请你们如果住在这几个去 帮我按赞分享转传 谢谢你们 请大家按赞分享转传 还有年纪大的 你有慢性病的 拜 拜托你住在家里面 不要出去打打走 走出去去西方要做什么 对不对 好 一次买足可以吗 到菜市场一次买足 那不要再忍 很多的时候去忍几人 然后你说三分钟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再讲一次 中和板桥永和 请你们 请你们 不要再乱跑了 好 那累计至今呢 总确诊人数已经达到5288人 还有你看有919确诊隐形传播高风险 那等于是多少呢 加近6000多人 如果加上这919的话是6000多人 好不好 所以要拜托各位高风险热区的民众 赶快出门进行快筛 我们的侯市长说请你们去快筛 然后6月9日总共有4411个进行快筛 找到了32个阳性案例 好我看到了这919个 包含昨天6月9号的32个快筛阳性案例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无症状 你也没发烧 你也没咳嗽 也没感冒 也没拉肚子 好都没有 你什么症状都没有 也没有取红麻疹 没有 寻麻疹 完全没有症状之下 居然有这么多人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病毒它隐藏性比你厉害一百倍一千倍 真的一万倍 它隐藏在你的身上已经隐藏起来了 根本让你不知道 病发一天就死了 现在好几个人一天就死了 有三天就死的 所以呢海洋老师要再次呼吁大家 三天的年假 连着的假期 请大家乖乖的在家 好不好台北市新北市的市民都一样 我们真的要好好做治好防疫 不要害自己又害家人 然后呢 侯友宜说明了 新北6月10号成立更能快速反应的 就是机动筛检队 6月10号到12日会首先在树林热区 树林已经变热区了 快速设站筛检 以便用最快的速度找出隐形感染链 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台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封呢 我们疫苗还没有进来 大批的进来 你要知道 打了疫苗也有人就 不是打疫苗死了 是打了疫苗他也染疫又死了 讲清楚 不是打疫苗才死掉 打疫苗他产生抗体 他来不及产生抗体 他可能其他的病状 他就这样死掉了 但是一筛检 我告诉各位 打了疫苗 然后一样造死 所以不是什么东西都要靠别人好不好 你要靠 靠疫苗吗 我觉得要靠自己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跟你讲这个是战备状态 打仗最需要在这个时候 大家拿出共同的念力 好好乖乖的待在家里面的时候 不要乱跑了 真的 一人害全家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好 你再有钱也没有用啊 是不是 我相信呢 现在大家碰到的问题还更多 就是现在接着下来的经济跟民生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好我们来看一下 苗栗 苗栗县的科技厂 移工群聚感染继续扩大 第一轮筛检到完毕的晶元电子 针对移工第二轮快筛 又出了三十多人 然后阴转阳 听清楚 又是阴转阳 你们在下方留言吧 好不好 再去买菜吗 买那么多菜吗 家里冰箱塞爆了 不用了 好不好 先吃完了再说 好不好 我相信呢 很多事情呢 可以大家全民来一起 共同战争 好不好 我们配合政府 配合这些辛苦的医护人员 配合第一线的这么 受苦受难的 他们可能染疫风险最高的 这些朋友 这些人呢 来帮助我们 真的 不要以为人家都应该的 今天换你走到第一线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这样 这么多人这样子搞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 爆炸了炸锅了 知道吗 你呢 有一点问题 全家炸锅 我讲句真的 就不要这样弄了 请大家乖乖听话 好不好 另外的话呢 其中11例呢 PCR确诊 那还得了 对于仍然有漏网之余 公司决定6月11、12日两天 对5000名的本国的员工 再犯第二次衰减 那资邦科技再增加28例 你看到没有 一个增加30例 那个是苗栗县的科技厂 那你看哦 在苗栗县那个科技大厂 有这么多人染疫 现在第二塞 又是塞是几十个人 然后呢 你看哦 连资邦也是28个 晶鼎科技又有两个 台新生物科技又有一个 新竹立基店相关 也增加一个 总计6月4号新增的 43例确诊个案 有31例至今都没有症状 好 告诉各位 43个人呢 43个人 有31个人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你觉得你没有染疫吗 不一定哦 听清楚 不一定 没有症状的疫情 我们现在怎么样去防堵 靠自己好不好 不要一直说 然后你们也不要再骂政府了 没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疫苗就是没有疫苗 那你骂死有用吗 没有用 好 我们要拿出正能量 靠自己 可以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人呢 在家中猝死呢 接连近期仍有不少个案 在家中猝死 包含电视台的摄影记者 在他的公司厕所 社区大楼的总干事 类似个案层出不穷 还有呢 医生 另外呢 还有今天呢 又有一个 也是跟媒体有关的 才54岁 你想想看 如果有这么多人猝死 而且都很年轻哦 年龄程度在下降 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哦 那代表什么 不是你以为你年轻就可以 Safe过关了 不是的 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 都有人确诊 而很快就死掉了 而且呢 死亡几率非常高 请大家要小心哦 另外的话呢 这个呢 应变组的副组长罗玉均表示呢 5月11到6月7号 一共有两百九十六个死亡 个案中其中 五十五个到院前 就已经死亡了 想清楚 不是吓唬你们 这是确确的数字 你要想清楚 你还要再乱跑吗 去菜市场吗 哎呦 阿伯阿姨 阿公阿嬷拜托您 好不好 拜托拜托 阿伯阿姨 阿姨阿 您就拜托拜托 老师给您拜托 您就不要乱乱走 可以吗 不要一去菜市场聊天 阿说我去三分钟 阿如果叫你走 你也不肯走 阿拜托 你若然意在那里 对不对 阿你怕你儿子 怕你儿媳婦 怕你儿孙然意 结果你自己然意 阿整个月都对你然意 阿不如死 是不是 所以说你要注意 好不好 尤其在中英 和邦教的朋友 拜托 拜托 阿佛友谊 广假很辛苦了 这个社員 你做得很辛苦 他也是非常之累 还有他前线第一线的 防护人员 还有那些医疗人员 我给他说 roung él 如果孩子做医生 看后 century 被 tego Patrol 相供vez 染疫 获iu 工理人员 去帮 去抬 你才不太疼 如果人家也很疼 说nos要好 tribe 自己做好 这样我想第一听 不好 听不懂 我再说国语 如果你的孩子是个医生 是个医副人员 他又被打然後被殺 然後又忽然間染疫又死了 你不會心痛嗎? 你一樣會心痛吧 因為還沒有發生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的那個痛不在自己的心裡面對不對 你沒有那個就像我們沒有被蛇咬到 不知道哇原來劇毒啊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在這個時候 這三天不要亂動了好不好 謝謝大家囉 好 另外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主要的是跟隱形缺氧的情況是完全有關係 好剛才講的這麼多事情呢 最重要的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當然在沒有疫苗 足夠之下呢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自我防衛好不好 這個自我防衛呢 是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要努力做到的事情 出門最好戴兩個口罩 我再重申一次出門最好戴兩個口罩 你不要多怕多怕花一個錢的口罩 你多花一個口罩的錢 你保護力多一倍好不好 講句真的 你要去菜市場那麼多人的地方 你戴兩個口罩 我現在是來公司上班 我就走兩分鐘的路 我就戴兩個口罩 請大家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尤其年紀大的 你的慢性病那麼多 又心血管疾病 又腎臟疾病 又什麼肝腎 什麼亂七八糟的問題 你一大堆肺又不好 又咳嗽 然後你又染了疫情 你怎麼可能會好呢 很難好 現在死亡最居高的就是多少呢 360幾個案例當中呢 其實 其實死亡最多的就是 60幾歲 70幾歲 80幾歲的人 都是年紀很大 而且呢 都有慢性病的人比較多 那海恩老師呢 一再的沉痛的要告訴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做好自我的防疫 不要因為自己的開心 而影響到所有的人 家人朋友親戚都不好好不好 還有不要群聚 不要在家裡打麻將好不好 邀朋友來打麻將 邀朋友來家裡喝茶 千萬不可以 這會罰款 一罰三十萬起跳 一罰三十萬起跳 請聽清楚了 好台北市也一樣 希望大家全省都一樣 現在中南部有很多都群聚 在家打麻將啦 喝茶啦 喝酒啦 還有呢 就做運動 這個都不可以的 好 我們希望呢 這些事情趕快 儘快落幕 我們儘快落幕好不好 我們儘快能解決 再熬兩個月 看能不能 我們有個美麗的天空 美麗的生活好不好 我們有個美麗的日子 然後呢 中秋節大家可以出去賞月好不好 我相信呢 在未來這兩個月 是更嚴峻的挑戰 我怎麼算都不會好 農曆的 四月五月六月這三個月絕對不會好 為什麼呢 來我再講解一次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的直播 你今天才看到 也請你幫我按讚跟分享 給你所有的親朋好友 如果你是長期海洋老師的粉絲 那請你更要分享好不好 更要分享 不要忘記了先按訂閱 先按訂閱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你就可以隨時收到海洋老師的直播 謝謝大家 另外的話呢 為什麼說一定要自我防疫做得最好最完善呢 因為呢 你一旦移動的時候 那個空氣中漂流的 可能就是行走的病毒了 病毒它不長眼睛 真的 你長的眼睛沒用 因為你看不到它 就不知道這個敵人在哪裡 你看不到它 你要跟它打仗 但你看不到它 它就是隱形的 它在空氣中就可能可能 現在不一定是口末 我告訴你 現在變種病毒很多 那我們現在查出來變種病毒是英國變種病毒 病疫株 但是有沒有其他的變種病疫株 我現在衛福部還沒公告 那所以請大家要特別特別小心 我們一定要趕快呢 防火台灣一個怎麼樣 美麗的寶島 清淨的空間 然後讓我們每天都能夠快樂的出遊 然後出國去旅遊 然後出國去聚餐 然後開會 然後工作 小朋友們可以去讀書 是不是 這才是我們要的生活 所以呢 我們忍一時之氣好不好 退一步海闊天空 不要出門了 拜託大家 梁老師心裡很痛 但是也沒辦法 那這個月呢 這個月我先講一下 這個月是甲午月 甲午月太陽化季 下個月太陰化季 好 凡事在它旁邊的 就是這個月前面跟後面呢 一樣就是有一個兩個 緊枯皺 擋著我們的脖子 讓你隨時都可能染病 好不好 那個就是緊緊的跟隨在你身旁的 另外一個還有太歲的醜 太歲的醜 一個太歲的正從六月 所以五月到六月 今天是五月才開始 昨天今天五月一號 五月二號 農曆的五月一號 你看還有整整一個月 下個月還有一個月 所以這兩個月我們要好好的來一起奮戰到底 好不好 我們要當一個最好 最有能力的勇士 最強的勇士 我們要當一個呢 互衛隊一樣的勇士 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呢 好好的在端午節不要亂跑 好 那既然這兩個月都不會好的話 那代表什麼呢 你怎麼樣 我怎麼樣看都不會好 那不是嚇唬你們 這是真的 海洋老師的預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九十九點九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可以按我的 視頻的正上方的影片 你們可以搜尋 每一篇預言幾乎都兌現了 包括我不是氣象源 我連氣象預報 五月二十四號會下大雨 二十五號會下大雨 兩天就果然就下大雨了 你看 我說漢象可以緩解 就真的緩解 好吧 也希望大家呢 不要忘記了 假日雖然很很開心 但是呢 記得不要趴趴走 去Seven也一樣 一天去三次沒有什麼意義 一次買足 好不好 那不要再人擠人的時段 分開一下 我相信呢 買菜也是一樣 希望你們不要呢 不保持距離 然後呢 所有的東西呢 最好隨時帶個酒精在身上 像我就包包裡面放一瓶酒精 那你要去菜市場戴一個手套 好不好 手套回家門口就可以丟掉了 錢也可能是沾染 病毒的來源 另外現在很多豬肉攤的老闆 都開始有病毒了 所以你在買任何的肉類 切開的肉類 或者是雞 鴨 魚 肉 你都要非常小心 不管是買鴨肉 雞肉 牛肉 請你們特別特別小心 好不好 不能叫你們全吃素 但是盡量 盡量減少吃肉了 好不好 我們就這樣子囉 好 非常感謝全球粉絲對海洋老師的支持 如果也想加入我的微信的話呢 就在我的正前方 SKJNNY888 海老師很憂心 我還是極度的憂心 這個假期 會不會又爆什麼爆點出來 真可怕 希望台灣越來越好 希望我們的政府趕快呢 救我們全民 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假期愉快 拜拜